好 歡迎回來Angelo觀點 我們剛剛談到了這個國家計畫 這個國土計畫保護法 當然還沒有通過 那可能也造成了很多的爭議 但是我們又再去研究仔細這個法令 發現了 真的很有趣 這個很多的法都設有保護區 包括我現在講一下 大家聽一下 有國家公園法 文資法 還有三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還有都市計畫法 還有自來水法等各種專法 都有所謂的保護區 那到底這個保護區又是什麼 我想請教老師 為什麼這麼複雜 國土計畫法的架構 我覺得他把全臺灣分成四種 國土功能分區 從最山上叫做國土保育區 國土保育地區 海邊叫做海洋資源地區 這兩塊都是以保育為主的 是 那這應該中央來做 為什麼 因為是牽涉到整個基本的調查 所以應該在國土保護計畫裡面 對 然後中間這兩塊叫做城鄉發展地區 跟農業發展地區 那這時候就城鄉發展地區 它就以都市計畫法 那剛剛提到因為臺北市整個區都是都市計畫法 可是都市計畫法裡面 它是要中央先劃定到底哪一些是國土保育地區 它就應該平除掉 那這個時候就是因為它環境敏感 所以都不應該變 對不對 就是即便說有什麼文化的教育的社會 都不應該變 對 因為它是敏感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應該是定調 我覺得國土計畫法要先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搞一個叫國土計畫 台灣的國土計畫 那然後各縣市去搞一個各縣市的國土計畫 譬如說以後臺北就叫做臺北市國土計畫 應該是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現在最重要原因是因為牽涉到 那個國土保育地區跟海洋之間地區 跨縣市的部分中央都還沒有搞定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才是應該要趕快來處理 所以你認為中央要先搞定對不對 國土計畫法 那有法就有計畫了 是 確實 所以剛剛在提的什麼文資啊什麼這些東西 就可以各個縣市自己處理了 對不對 如果那個都秉除掉的話 那我不曉得你怎麼看 你會不會也很期待中央趕快定下來 陳如剛剛老師所說的 的確這個事情對臺北市影響比較小是沒有錯 但是老實說國土那個保護區 保育區如果的話出來 當然臺北市市政府絕對是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那我剛才提到了 是維持保護區為原則 變更才是例外 那我們也絕對會尊重這樣的法規 那回應一下剛剛老師所提到的這個 有關我們在在認識環境敏感的事情 到底我們的工具夠不夠 早年的確不夠 早年的認知也不夠 那科學的資料也不夠 但是當我們對環境越來越瞭解的時候 其實我們像臺北市 我們臺北市整個分成南北兩區 每一年就做一個航測資料 所以每兩年是少過臺北市一次 那麼我們現在對於臺北市的這種山坡地開發 有關平均坡度認定 我們不是現況認定 而我們是要回歸到民國八十四年 那次的航測資料 八十八年公告那次為準 所以就算你八十八年之後 你神不知鬼不覺在那邊做違規整理 我們也不認我們認原來的地形 這是臺北市現在的態度 所以我們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態度是保育為優先 OK 那所以坡度超過 這張禁閉容積是不能算 完全不能算 不過我也想請教美慧 因為你在臺北市住這麼久 你怎麼看臺北市的這個保護區 還有它的變更的歷程 你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工程師所說的 我有一個地方 我真的要提出意見 他剛剛講說用八十四年的那個地形 來當標準 可是慈濟的那個地 田地是六十幾年的事情 所以其實從我們的角度 來看這個事情 你剛好這條法就是護航他了 你知道嗎 怎麼說 因為他六十幾年就填好了 對啊 所以 好 這裡我也補充一下 好 來 我當然知道說 你不是為了他 可是我們會從我們當地居民的角度 來解釋這件事情 因為他這個案子 他從兒童醫院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 已經開始在申請了 然後之後裡面的那個官員也說 我要用原始地形圖 OK 原始地形圖 跟你說的八十四年 為什麼我用八十四年 是因為臺北市 其實早年的這種航測技術 是掌握在農林系統跟國防系統 市政府只能委託人家辦 所以臺北市現在最最完整的是 五十八年有一次 六十九年有一次 接下來就是八十四那一次 前面兩次不用 是因為他精度實在太不好 那如果要檢討一些比較細微的 小區域的這種秋塊分析 必須要一個比較精度 所以用八十四年那一次 不過剛剛他講得很對 慈濟那塊地六十幾年就填 那你如果要看精準 是不是應該回到六十幾年 對啊 而且而且他兒童醫院 申請的時候 事實上這連現在的社會福利專區 他是連著那個兒童醫院下來 一脈下來的 如果真的回到原來這塊地 早在你訂的這個八十四年之前 他們就已經開始了 好 來 妳說 那八十四年這個標準 其實是臺北市當時為了處理 山坡地的一個開發的一個標準 我們必須要訂一個標準 你總要訂一個標準 為什麼不訂的兩個 是因為他東西欠缺 而且精度不夠 不過現在居民在反應 那你們怎麼處理 那麼我想 如果我們用八十四 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 他也在環境的一部分 但是我覺得慈濟這個案子 已經比這個標準更嚴格 標準再看了 因為他都需要變更的事情 他已經在沒把所有的因子 都拿出來來做細部討論 那我認為其實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 讓環境更好 對 那你們怎麼看 搖頭 我覺得我覺得他講的好像跟我知道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們經歷了很多很多次的會議 可是實際上那個會議裡面 真正都沒有討論到重點 那就行李如宜那種有一點那樣的感覺 當然有幾位委員是非常的在土地正義上面 就是去強調環境因素這個部分 可是有更多的委員是要呼嚷給他過去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非常無可奈何的 一次又一次的這個開這個會議這樣子 然後一拖拖了這麼多年 那我覺得如果說以工程師剛剛講的 就是說當時劃定是用線況劃定 那時候人力不足 或者是說工具不足 我覺得現在很簡單 做環評就好了 OK 來 李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樣標準 剛剛按照總工程師所說的 是有五八六九跟八十四 那標準是一個最低要求嘛 那如果說個案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個案變更 更必須要去放大解釋說 看他的一個資料 如果說能夠舉證出來說 他其實早在六十幾年 就已經被填平了 那為什麼不用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說標準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是這個角度來講 我倒覺得如果能夠舉證出來說 他其實被填平之前是 譬如說他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坡度 那我們為什麼不會用更嚴格的標準來看 如果說市府的態度是環保優先的話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就好像潘朵大的寶盒 我真的是蠻擔心說 今天因為是慈濟 那我們真的換一個單位來想像 如果我們說他不是慈濟 社會的觀點會不會認為說 他因為要善經濟 他因為綠建築 所以我就給他通過 我相信一定不會 所以我覺得善是因為人的部分 可是你人所依附的土地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談什麼善呢 所以土地還是應該優先吧 所以你們很擔心 開啟這個潘朵拉的合照 其實過去台灣一向 就因為經濟發展的需求 所以我們都用的叫做利用土地 可是現在因為環保 時代的變遷 已經改了很多的思維 那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台灣要走哪一個路 我們的國土計畫法 是不是能夠早一點出來 值得我們參考 我們謝謝你的收看 下一個禮拜 NGO觀點 同一個時間見